做的是GNV的捐款报告 那个 我们去年有推这个OCF跟GNV的定期定额的任养人 一个月600块 那2016大松的总支出是这个13万2000多块 那总收入只有10万多 所以有一些负的 但是呢 我们因为有推了这个定期定额的捐款 大家可以看到从5月有一个人加入 到现在7、8月到12月 那我们现在总共有26个定期定额的任养人 本来目标是50个 但这26人已经让我们几乎快要达标了 每一个月有13,650块的收入 那本来目标是15000 所以现在呢 就是还差1000多块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加入的话 我们就达标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呢 因为我们每两个月办一次搭黑客树 那每两个月拜之大黑客树的花费大约是3万块钱 所以就会觉得 那我们每个月如果15000的定期定额的收入的话 那这个就会很问定 好 就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今年有推这个GREAT 就是公民科技的创新奖出金 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可以举个手吗 所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 好 那简单说呢 就是呢 我们募了一笔钱 然后就是征求一些跟公民科技 开放资料 或者是开放政府相关的这些 这个提案 那每一个提案呢 会进入这个 第一轮入围第二轮的这个获选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这个得奖的话呢 每个提案可以得到30万到50万 这个奖租金 然后有6个月的开发期 一起做一个Porto Time 那现在第一期已经截止 而且入围的18组已经选出来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 那第一期有94组这个头案 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 我们就是希望6月可以宣布 我们这个2017的秋季 就是第二期 那到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提案 好 那这个GREAT的部分呢 因为还加就是这个人事 包含我的这个薪水的一半 所以我们GREAT的总支出现在是52万 那总收入有这个307万 那这个包含就是还没发出去的300万奖金啦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有兴趣捐款的话呢 可以到这个网址 可是这个网址有点长呢 所以我现在要教大家怎么 就是点到它 首先呢 大家可以上这个 这个 我把它 好 上这个GinnyV的官网嘛 好 这是GinnyV的官网 GinnyV.TW 然后呢 在如何参与这里呢 等一下就有捐款方式了 那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账户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关于 这里有收支明信 那收支明信是公开的 所以就是在这里 好 然后呢 这个捐款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个页面 手机也可以填 所以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填了 好 好 然后接下来是阿B要跟我们讲这个 另外一件事情 跟这个捐款没有关系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要 这个四月底要出团去这个欧洲做这个TTAG 参与这个TTAG的研讨会 就是TTAG研讨会是公民科技影响力论坛 然后他每年举办是英国的一个历史有久的公民科技团 叫MySociety办的 那他前面 他是一下子是办那个POPPERS COM 然后后来从2015年开始做TTAG 大家可以上他们的网站 他就可以看到2015-2016年的会议记录 还有他们的一些影片 还有共笔的分享 那今年呢 是在佛伦斯 意大利佛伦斯 4月25-26号版 然后 所以我们有开放我们发集听话应该会去 我们会去参加 所以我就想邀请 有没有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去 然后呢 而且我们发现除了4月25-26有那个 在意大利佛伦斯有TTAG 就是公民科技影响力论坛之外呢 我们还有在德国柏林 就在28号29号 是一个一连串的研讨会形成 他有一个Data Summit 他是一个那个德国的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办的 然后会跟德国的政府共同主办 然后来做跨政治人物公共行政部门 跟那个Open Data的社群的交流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版本的行程 然后呢 都很长 大概是一个 如果你不去柏林 你只想在他TTAG 就有一个七天的行程 就是 对 那个意大利佛伦斯七日游 那如果你想去 还想去柏林的话 就有一个12天的行程 是意大利佛伦斯加德国柏林 12日游这样 所以呢 我是这个团的团务 然后 然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没有旅行社执照 不能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对不起 我没有旅行社执照 但如果大家想要一起去 然后 因为我们去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拜访行程 或许 还不知道 我们还在规划当中 可能会跟当地的一些社群 做一些交流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 就是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去 然后我到时候会把这个 这一个表单贴到Slick 然后我们就可以 想去的人 我们就可以一起吃饭 一起去跟那个当地的社群做交流这样子 那有兴趣的话就填这个表单 然后我会主动跟大家联系一下 好 好 那个跟大家插播两个消息 第一个是有一个玫瑰金的这个 类型的中间 刚刚某一个人接给某一个人 可是那个人离开了 所以找不到另外一个某一个人 所以请来认 然后第二个呢 是就是 大家知道今天是这个Open Data Day Open Data Day 过去几年其实一直跟 国际的这个Code Across 然后一起合伴 那国际上还有一个跟 就是说世界上各地的 像GinV这样的团体 有一个Code for All的一个 一个算是联盟 好 那我们其实在过去 其实就是一直有在谈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来参加这个联盟 然后来一起分享更多的资讯 好 那所以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说 我们已经遭到同意了 遭到吗 遭到同意了 所以 但是GinV不是一个主持 其实是一个社群 那所以我们之前在 在那个Community Hangout 或者说在线上 其实有讨论蛮多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 让这样子一个具知名度 可是又是分散的社群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国际的联盟 好 那所以接下来可能 就会有阿端恩来提案 就是说 可能会有一个 国际交流的一个Task Force 那会有 在OCF这边 会支援这个 这个Task Force的运作 如果有需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当然这个是开放 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讨论的 那所以可能 之后办法就会有点像是 TALK群组啊 或者是说 这个粉丝页小编群组啊 或者是 SAMI的这个工作群组 用这样的 半开放的方式 来进行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国际交流的中介 这样子 好那所以 好时间到了 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 请大家多关注 如果对于 怎么样和 国际上跟我们做类似的事情 有更多交流的话 欢迎加入这个 这个群组 OK 拜拜 在Select上面可以直接加 加那个 International 在Int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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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